热光革命令 科蒂送科技教室 為同學介紹 我們要實做這個 USB可調素的風扇 使用IC55的晶片 我們做出來的作品就像這個樣子 你要自己自背一條 迷你USB的線 一般的手機線都可以使用 然後我現在用的是這個叫行動充 我把行動充給他供電 那我現在把電源打開 那這個風扇就會旋轉 那你要調整風扇的轉速呢 那你就是透過前面的這一顆 這一顆 可變電阻 你可以調整它的轉速變慢 可以讓它轉速變快 轉速變慢 轉速變快 那待會老師就會再跟你詳細介紹 你要怎麼樣子能夠去完成 這樣子的一個作業 這樣子一個材料 使用上是很簡單的 是要為各位同學來介紹 我們要用這一個 USB可調速風扇的這個材料包來製作 首先每一個同學拿到材料當中 會有一片的這一個印刷電路板 然後會有一個USB的插座 一個可變電阻 還有一個迷你USB跟五支的這一個五公針 還有一支E815的電晶體 它圓的朝向你的時候 左邊是B中間是C右邊是E 這一個是IC555 兩顆103的陶瓷電容 它是0.01NF 然後三支的二極體 一支的電阻是15k歐姆 它是五色環 色碼是中綠黑紅蟲 中綠黑紅中 然後另外一個五個五色色碼的電阻 它是33歐姆 它是層層黑金中 然後另外你還會有這一個USB的插座 跟這個風扇 那同學你要準備的就是焊錫 斜口錢 尖嘴錢 還有電鍋鐵 那你在家裡面也可以自行來製作這樣子的一個作業 那待會老師會示範給同學看怎麼製作 好首先我們拿這個印刷電路板 我們把這一顆IC555 看到這個白點 這個這邊就是1號腳位 12345678 這個方式把它裝上去 然後我們在他的背面這個地方 才進行他的街角的焊接 先做這個動作 我們先焊接這一顆IC555 好接下來我們要來焊接 就是這一顆電阻15k 15k跟這一支33歐姆 還有這兩個103的電容 那你就是先把它裝上去之後 在背面的針腳 你再把它進行焊接 焊接完之後再用血管錢把它剪斷 好接下來我們要焊接的是 這個二極體 請注意有三支二極體 他的擺擺的方向 要注意一下 這擺擺的方向 擺擺方向 在這個印刷電路板上面有標示 請注意這個方向 那你再把它翻到背面 裝瓶之後我們再進行焊接 然後這個接腳焊接完之後 一樣再用血管錢再把它剪斷 好接下來我們要來焊接的是 這一支1815的電晶體 請注意你的半圓斧朝向這個方向 BCE 然後他的背面 的三隻腳 那因為電晶體他比較焦貴 請同學焊接的時候不要焊太久 避免他電晶體燒壞掉 一樣焊接完之後 再用血管錢把它剪掉針腳 好接下來我們要焊 這一個可變電阻 那同學在焊 在裝之前先把這三個接腳把它對齊 然後再從洞裡面把它插進去 然後我們在焊接的時候 在背面的這個五個點都把它焊起來 這兩個是固定 這三個是他真正的一個導線的位置 請特別注意這一個方法 那接下來我們要再焊的是這一個 USB的這個插座 請同學你把這個地方對齊 這個洞 然後請你把它插進去 插進去之後呢 我們在焊接的時候 一樣是焊背面這五個接點 跟著這六個接點把它焊接起來 焊接完之後 我們再看下一個動作 好最後一個動作就是 我們有這個蜈蚣排針 請同學你把這蜈蚣排針先把它插到這五個洞去 然後這五個洞排中也把它插到這一個 迷你USB的上面 然後你把它插在這五個洞上 然後我們焊接的時候 焊後面也要焊上面這個地方 那我們就準備要完成了 記得五公排針後面這五個節點要焊 另外這個要焊 每一個節點不可以讓它變成是短路 讓它變成是連在一起 好我們現在已經把所有的這裡面的零件都已經把它焊上去 雖然這個是USB的插座 這個是可變電阻 然後這是迷你USB 這個是1815的電間體 兩顆的103的陶瓷電容 然後那個IC55還有三顆的這一個二極體 然後這個是33歐姆 這個是15K歐姆的電阻 然後接下來你就準備要拿一個 因為我們沒有附給你這一個插這個電線 所以同學你要自己用這一種小的 小的迷你USB 自己把它接上去 那請同學你可以用豆腐頭 或者是像這個行動充來供電 好然後接下來 這一支USB的風扇很簡單 同學你只要把這個頭跟這個風扇把它接上去 然後接下來這一個你就把它插在插在這一個USB座上面 好那我現在把電源打開 他就可以這個地方 他可以來控制他的轉速 叫轉速慢轉速快 這樣子就完成了用這個IC555 這個來模擬PWM來調整這一個可調速的USB風扇 操作上不會很困難 希望同學在家裡面也能夠自己製作完成 謝謝